各位觀眾歡迎收看金管皮大 今天是2019年的6月29號 今天我們要來測試 這個iPhone手機的收音的設備與效果 首先呢我們先講一下這個iPhone手機 iPhone手機呢他是本身的他是這個叫做 這個Lite介面的 這個介面呢他需要 他如果你用一般的這種 像這個指向器麥克風呢 他是傳統的是3.5 mini的這個 接頭 這種接頭呢我們必須透過這個轉接器呢 插上去呢 接上去才能 才能有辦法錄音 但是 這個指向器麥克風跟這個一般的耳機 耳麥的 他的接頭不太一樣 這個呢他是有三個黑點的 這個呢他只有上面有兩個黑點 這個是屬於耳機加 這個加語音式的可以使用的 這一種呢就只有純錄音的 這種純錄音的呢 沒有辦法透過這個轉接頭使用 這個轉接頭呢他是專門為這種 這個 你看這個這個接頭有三個黑點 專門為這種 接頭設計的 轉接頭 所以這個 這個指向器麥克風 接上去是沒有用的 因為我昨天測試呢 沒有用 這個連接器呢我又想說呢買回來 我去套房找 找回來 我想說買回來接接看看可不可以用 就確實 確定不能用 後來呢 我就 前一兩天的時候我剛好 把我的 iPhone手機拿起來看 就發現 原來他裡面也有附一條 他也有附一條街頭 這條街頭我試過 是一樣的可以用的 可以支持語音的 但是 我必跟各位講 在iPhone7以前的我不曉得啊 聽說好像 有一款 之前早比較早期的喔 他的這個他附的這個接頭是沒有支持語音系統只能聽 但是他沒有辦法 接收錄音 只能用只能聽到耳機的聲音但是沒有辦法錄音 那這一款的呢i7之後的呢他的是可以有錄音功能的 結果害我買的這一條就是等於是白買的 這是當作學經驗 學經驗 那我現在去 我昨天測試了之後呢我發現了這個 這個只相信麥克風因為他只有兩個點 所以你只要看到這只有兩個黑點的這種 這種3.5mini的這個接頭呢 就確定一定沒有辦法使用 這個就是純錄音設備沒有辦法用 他可能需要再 再買一個轉接頭 就是說你可能需要一個再轉接頭 再把它轉過去 把它改變一下才有辦法用 那我們當時這個呢直接這個 這個直接買回來這樣直接插這樣插是 不能用的 那可以收音但是是用 iPhone手機的原本的 原本內建的收音器去收音那收音效果會很差 那我們現在呢就是要來做測試一下說 這個 iPhone手機 他的錄音功能 我剛在錄音的錄音的時候錄到一半 結果發現 iPhone他一次不能錄太長 錄得太長他會自己斷掉 害我現在要重錄一次 現在變成我每錄一次要分開錄分開錄 然後再分開減上去 那我們現在呢先來測試說用原本iPhone手機的來錄音 現在我們是用iPhone原本的手機 他的內建的收音設備在收音 那我們來試試看他的距離 我們現在在近距離的時候呢 你來測試看看是不是收音效果很不錯 那我把距離拉遠一點 你會發現說他收音會越來越大 可能那個打殘叫聲的都會收進去 我們再拉近一點距離聽聽看 你現在呢我這麼近距離聽了你會聽到的殘叫聲嗎 因為這個手機的功能呢他最近的 他就是只能適合這個近距離講話 遠距離的他就沒辦法 所以呢 當我需要遠距離的時候或是需要收音好一點的呢 我可能就要搭配一些 其他的收音設備 那我們換其他的收音設備來試看看 好那我們現在呢我們來換 換耳機的 那個iPhone他原廠附的這個耳麥的 那我們現在也一樣的在錄影 錄影 好現在我們是使用的是 iPhone的 耳麥 他是有耳機加麥克風的 這個 線 現在我們是用很近的距離在收音 然後把距離拉遠一點呢 你看那收音效果會不會變差 或者是收到其他的聲音 因為其實我像前面這個位置呢 我開電風扇 如果 他收音不好的話呢 其實他有可能會把那個電風扇的聲音給收進去 那我現在呢測試的到這邊 各位感覺這個 耳機麥克風 的原廠的這個耳機麥克風的收音效果如何呢 可以自己比對看看 現在呢我們換一下其他的 我們換耳麥的一般市面上耳麥的試試看 那我們現在呢 先接這個 轉接頭 這個轉接頭要接上去 然後呢再把市面這個耳機呢 耳機麥克風呢 把它頭給接上去 接好之後呢 開始錄音 好現在呢我們使用的是這個耳機麥克風 那各位測試試試看呢 各位這種感音怎麼樣 感覺怎麼樣 聲音怎麼樣 我們把距離拉遠一點 看看呢這個收音效果會不會 有雜音 會不會收到其他雜音會不會因為距離的影響而改變 像這種呢其實他有線有一個長度啦如果你超過這個長度他就沒辦法了 但是你如果說我 你要用手機錄影的話可能他可能這個距離可能需要1.5公尺 1.5公尺的話這個線的距離其實是不夠的 你可能要再加個延長線 那延長線會不會造成他訊號衰落我就不清楚 我也沒試過 那我們現在呢使用這耳機的測試呢 收音測試到這邊 好我們現在呢把它關掉給大家參考就好 接下來呢我們就是要改用這個 我 身上這個藍牙耳機 那使用這個藍牙耳機之前呢我們先把藍牙打開 這一款 藍牙耳機 先打開按住幾秒鐘 按住幾秒鐘 幾秒鐘 閃燈 閃燈 閃燈就表示他接通 藍牙接通 那我這一款呢 他是LG的 藍牙耳機 那我 我買這個藍牙耳機呢 他屬於運動型的 防水型的 他的耳機是可以這樣子 拉出來 拉出來以後呢 我們把 耳機就收起來 兩千多塊 這款還蠻不錯的啦 價錢不便宜 兩千多塊 那再往上再更高級的還有一種的 還有 更高級的就是三千多塊的 那因為我買這個藍牙耳機呢 我就很少再 用這個有線的 因為我如果要送貨呢 我不可能拿著線的一直插著 會阻礙我的 阻礙我 開車操作 所以呢我通常都是帶這種 無線的 藍牙的耳機 然後呢我要 接聽的時候 拉出來就停 然後呢 按一下就可以接通 好現在呢 我們就是要來錄 用藍牙的耳機呢來錄錄看這個聲音 好我們 開啟 那我們現在呢所使用的是藍牙耳機 在收錄的聲音 這個藍牙耳機呢號稱可以10公尺 所以 10公尺內都收得到 但是我覺得它根據 放的越遠的 它收的訊號會越差 好我們現在呢 將這個手機放圓一點 放圓一點 好我放得很遠的 距離超過1.5公尺的位置 對 就是 收音效果怎麼樣 你感覺這個 那個 藍牙的收音 好那我現在訊號會來 OK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測試呢 藍牙耳機測試我們就到這邊我們關掉 我們把藍牙耳機關掉 按住幾秒鐘就關掉 好現在呢我們就是測試完畢 以上呢就是 我們使用麥克風 不同的 耳麥啦或者是原廠的耳麥啦 或者是藍牙耳機呢 然後就收錄給大家 試聽看看 比較一下說 它跟原本 iPhone本身的 手機收錄聲音的效果呢 如何呢 給大家做個比較 那我們今天影片呢 期待到這邊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繼續嘗試嘗試 感謝收看 再會 來吧 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